各位贵宾大家好 我是统一证券总公司吕中达 我们现在有个工商服务时间 本公司现在是情意相待专案 那么活动时间到9月30日 利率是1.8% 那各位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 申请的试用标的是0050、0056、0051、006201 以及这些ETF所涉及到的成分股 它是一个贷款专案 那您可以来洽询我们各分公司的营业同仁 大家好我是统一头部陈杰瑞 各位好我是统一证券总公司吕中达 那各位观众我们今天呢 要跟吕副总来讨论一个电动车这个议题 那为什么要谈电动车这个议题 因为前阵子我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说这个电动车的一个销量 其实我蛮惊讶的 因为以往提到电动车 大家想到的是特斯拉 可是这几年很多的传统车厂 都切入到电动车这个领域 那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车厂比亚迪 它其实也是非常积极在这一块领域做耕耘 那在今年的一个上半年 比亚迪它的一个汽车销量 是来到了64万1350台 那特斯拉的一个上半年销量是56万4743台 所以等于说今年上半年比亚迪的销量竟然超越了电动车一哥特斯拉 而且不只是总销量 它的成长率上半年比亚迪它是成长了315% 那特斯拉上半年的一个销量是成长了46% 所以不管是总销量不管是成长率 其实比亚迪这边来讲都已经超越了电动车一哥特斯拉 所以我会觉得蛮惊讶的 因为其实在今年来讲 其实大家去看财经新闻或者一些媒体报道 其实最常感受到的就是说 大家都担心这个终端需求不佳 景气可能终端需求不好的关系 所以很多科技大厂它都说要去库存 甚至台积电也有提到说 可能库存需要两到三个季度的一个调整 那电子通路上大连达它昨天也有讲 可能要也是要两个季度的一个调整 可是在需要这种库存调整的一个情况的 这种消费电子不是这么好的情况之下 那为什么电动车的一个销量 还是可以这个一支独秀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造成了电动车的一个试矿 无耻的一个火热 那不晓得与副总这边有什么看法 好的 各位朋友我想刚刚杰瑞所谈到 不管是特斯大或比亚迪 这个东西两强的较劲 其实造就的是台湾厂商的供应链 那么业者很优秀 两条供应链都打进去了 我想这个观念我们先抓到 那往下就是说 在目前美国联组的升息循环里面 我们传统谈经济 它的背后有来自于 政府支出 民间消费 民间投资 跟进出口贸易 可是你升息就造成 不管是消费 支出或进出口 通通都有压力下来 但反而是政府支持的 会成为在这个阶段里面 少数的亮点 所以我们在选这个股票 我想我们今天是针对电动车 但在目前的环境底下 只要你的个股跟族群 有政府的支撑 都是在选股上可以留意的 那我就顺着脉络走 为什么这个政府支持 造就了今天全球电动车 这样的蓬勃的发展 我们先来看美国的部分 那么在不久前 美国的国会刚通过了一个 叫做通盆消减法案 在这个法案里面 有4370亿美元 会对焦在气候变迁 健康照顾 还有清洁能源的部分 那么在清洁能源 干净能源计划是3690亿 这几乎是美国历史上 最大的一个手笔 来处理气候变迁 那么这当中的实际数字 我们看到包含电动车 燃料的这个电池车 等就所谓的新能源车 它提供了一个消费者 是7500美元税收 来抵免延长到2032年年底 也新增了4000亿美元的奖励 给购买这个二手 新能源车的一个消费者 直白地讲就是 美国的拜登政府 现在投入了庞大的国家资源 就是要导引消费者 为一个诱因 它去购置这个新能源车 走向干净能源的计划 那么最后的目标是 2030年在新车销售里面 电动车的占比 拉到5成以上 那这个做法背后 还有一个供应链 生产链 全部要在美国制造 所以除了这个处理气候变迁 走向洁净能源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 它自己整个制造业的复兴 好 这是美国 我们来看中国 中国大陆其实做这块 做了好一段时间 最早是在中国制造 2025这个工业计划 而中共中央就明确把 电动车跟自驾技术 列入这个十大的 高科技重点的领域 所以我们这么讲 就是不管是特斯拉 比亚丁都很卓越很优秀 可是这几年的发展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是来自于美中两立 政府的强力支持 我想我们要抓到这个重点 好 我想刚才李副总提到 就是电动车之所以能够迅速的成长 而且这个成长的趋势 目前看起来还是会持续下去 因为刚才李副总提到 美国的新的一个法案 它对电动车的补贴 或者是税收的减密 是到2030年 而且电动车的一个销售比例 要拉高到五成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跟中国大陆 过去几年的做法是一样的 就是透过这个补贴 或者是税税的一个减免 去达到刺激电动车的一个销量 那美国跟中国大陆 当然中国大陆是目前电动车 最大的市场 那美国这边也是慢慢要追上来 那我觉得在政策的一个 对我助澜的情况之下 目前看起来电动车这个族群 这个产业可能还是未来几年 在电子业里面可能发展 算是比较能见度比较高的 至少目前来看的话 政策还是持续推波 主要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相关的供应 可能都还是可以期待 那这边我有一个后期 就是说我记得大概在五六月 那个时候 其实消费电子它的一个产能 已经开始有点松动了 可是那时候车用金电大厂 其实还是纷纷喊出 要抢台湾的一个产能 因为我看到一个标题非常松动 他说车用晶片四大天王 英飞林 恩智谱 德州仪器 跟麦克逐本 要来台湾抢产能 甚至喊出有多少兜收 那我就会觉得 哇塞这个车用的晶片这么热络 那这样的一个热络情况 到底还能不能都持续下去 那我想副总统有什么看法 我想最近一个很热门的关键字 就是高库存 那无论是PC MV 手机这些 消费性的电子 几乎都有高库存的问题 这背后还是来自于 升息重创的消费者的一个购买意愿 可是反而在所谓的这个 车用半导体 车用晶片这个部分 相关的国际业者 它是胜出 那我们就来了解 它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我们来处理一个产业分析 一个最精准的出发点 一定是供需 我们从供需需求来 供需的关系来看 那么在过去这两年 透过八寸晶圆的成熟制成 大概每一颗半导体晶片 是一块美元 那这个车用晶片要大缺货 大缺货以后 你车用半导体的业者 变成说我要跟人家接单 我不法顺利投产 去支应这个中端消费者的需求 那往往就被迫停工 或是延荡了它的生产制成 那今年以来 成熟制成的晶片代工产能 它缓解 所以这个车用晶片 它就因为缓解之后 它就可以顺利投产 去支应这个终端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这是一个很重要 在供需关系上的结构改变 那另外一点 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个电动车里面的一个组成 以下来看 车用半导体 大概占整车的成本 是超过四成 甚至逐渐逼近到五成 那么车用这个电动车里面这个零组件 它要靠用到这个半导体跟晶片 是远超过传统我们所使用的这种车种 所以我们来看 如果是电动车在美中两国政府的强力支持下 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的计划的话 我想这边对未来在车用半导体晶片 我们看到刚刚结果有六位提到这些业者 德州仪器 恩智谷 义法 英飞林 安森美或瑞萨电子 我们所看到全球这些顶尖的车用半导体业者 应该在未来都会享受这个领域的蓬勃发展 以上 对 我想这个车用的一个目前事况来讲 还是整个电子股里面是最明朗最热络的 因为像是恩智谷 或者是一些英飞林 他们都有说可能车用晶片的一个环节 可能要到2023年才有机会 所以目前来讲整个产能都还是非常多的吃紧 那我想当然电动车 今天我们来谈电动车 当然大家就会想问 到底电动车有哪些投资的一个标的 我想不管是比亚迪或者是特斯拉 台厂其实都有他们相关的一个供应 其实台厂算是 不管是比亚迪或者是特斯拉起来 其实台厂都是受惠的 那当然电动车我们可以从它的一个构造来看 因为电动车它就是取代燃油车的引擎 所以它是马达 所以当然电池的材料 或者是马达的限速 这个台湾都有相关的一个公司 那另外就是说电动车 它相较有一般的燃油车 它可能需要更高压的一个电力 比如电流 所以很多的一个汽车电子 它可能也都需要做一些申请 不管是车用的MOSFET 整流二级体 导线价等等 都可能需要有更耐高压的这种 相关的一些台厂的一个支援 所以我想相关的股票都是可以留意的 那另外就是电动车 我觉得普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现在大家可能还没有入手 或者是还没有想要去买电动车的人 我觉得多半是充电的问题 因为它毕竟不像燃油车 我加个油 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加好了 充电的话 目前的一个充电的时间 可能还是要半个小时 甚至一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电动车要普及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的充电时间要够快 所以现在来讲就是电动车厂 它们也都推出这种高压充电 800的高压充电 那这可能就用到这种 第三代半导品材料 才要让我们去做到 所以我想台股相关的个股 是非常非常的多 我觉得投资朋友都可以 关注我们同一证券 或者是同一投资 这边提供的讯息 给大家都参考 那如果说你只想投资一个趋势 你不想要花时间去选股的话 我觉得当然市场市面上 也有很多相关的电动车 相关的ETF 或者是我们同一发行的ETN产品 一个基金等等 也都能够提供给大家 就是在把握电动车的一个趋势 的情况底下 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 那我想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就是讲一个目前来讲 释放非常好的电动车的一个产业 我们该怎么样去布局 它只能成长的一个趋势 那如果说大家觉得 今天的一个影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欢迎帮我们按赞的订阅 分享 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之后还会陆陆续续的提供 更多的一个讯息 可以给我们分享 好 那我们就要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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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